走进五星饭店 你或许没有注意过 他们衣服上别着的小小勋章 这承载着礼宾人员最高的荣耀 背后更离不开金钥匙 这个神秘组织 号称万事通的金钥匙 全台只有23把 穿梭在各大五星饭店 是服务品牌的最佳代言人 从简单小事到不可能的任务 只要交给他们使命必达 寻找亲人是比较 很难完成的一件事情 有很多可能他是已经 很年轻就搬离台湾了 或是移民到国外去 听他爸爸说 以前住在哪边哪边 然后可能什么亲戚还在那里 他们要去找那个人就对了 我们也是会尽全力来完成这个东西 我们为了想要带他 就是好好的体验 这个看烟火的过程 再带客人一一介绍商家 然后带客人到码头去坐船 他也觉得很温暖很特别 这些宛如黑卡会员才会获得的特殊权益 金钥匙都遇到过 其实国际旅馆金钥匙组织的创立 源自于法国 目前已经有86年的历史 至今全球有45个会员国 想要加入这个协会条件相当严苛 首先你得先有五年饭店大厅的工作经验 其中至少需要两年担任礼宾部副主管以上职位 并且需要精通两到三种语言 还得有两位金钥匙会员帮你背书才有报考资格 以每年全台近八万人从事的礼宾行业来算 能通过考试的不及五位 考试的话每年是考一次 然后您要先拿到两个正式会员的推荐 然后您要透过笔试啊口试这样子 您才可以拿到正式会员的资格 为了将顶级服务做到位 金钥匙协会就像是庞大的跨国人脉网 可以满足客户需求的超级英雄 小小一枚勋章象征着旅馆业的奥斯卡 也让这群爱爱寒光的种子 继续在旅馆界发光发亮 怀宇新闻科冠城张亚筑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怀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